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今次我Elly想跟大家玩一隻狗遊戲 就是MDS裡面的神探家里略,大家有沒有看這部劇集 這部劇集我真的追上了,以前無線有做的 我不是說林峰那一部,大家不要誤會 當然是福生雅治這個,湯川鶴 你看到MDS裡面的人物是卡通化了 一個都是按照劇集裡面的人物設定去畫,你看到福生雅治眼底都有粒物 希望他也有一個招牌動作,掩著面去思考 這部劇集的故事就是講述 湯川教授用他的物理的知識去破案 究竟這部劇集是怎樣玩遊戲呢?我也想知道 怎樣?有沒有網友玩過這遊戲? 好像很吸引一樣 好,我們開始了 第一關叫燃燒 你們看到這些劇集嗎? 我也挺好印象,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看這部《神探家里略》 MDS有兩個螢幕,所以現在大家看畫面有點古怪 《天才》和《凡人》 《天才》和《凡人》 這些我不懂,這一文 其實這個 正正的告訴大家 這個有漢化了 不知道為什麼前面沒有漢化 後面有的 大家不要問為什麼有漢化 不要留言給我,知道嗎? 不要問哪裡有漢化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這個人的樣子 看到一點也看不到一點 會不會是這一張的兇手呢? 飛車黨? 有一個問題 有兩位青年 真的被珍珠還真 超級恐龍的 他們在說什麼恐龍? 畜龍? 暴龍? 恐龍? 原來我在說這些醜怪的女生 這麼壞的年輕人 在說女生 擺明他們可能喝大了 然後又認識了一個醜怪的女生 現在在恥笑 這個男人看著窗外面 真是想降一票 有什麼想做 好想把整個世界毀掉 這個人是不是看漢化看上路 你不要跟我說你變成菲利 只有菲利才可以毀滅地球 說錯了,菲利是毀滅比達星 布歐就是真的毀滅地球 這兩條的茂莉在吹水 在亂說 還有一看就知道 看漢化看得上了人 一部很舊的電話 打了電話出去 我的頭 喂 怎麼了 是不是有煙頭 叫你不要吸煙了 又塗了一些不知道什麼 張頭的東西 有異言的東西 是不是 彈了下去 頭髮 頭髮 還是你黃港草 不是頭髮 這些 太乾燥了 無緣無故有個小孩 頭髮 這個青年衣 看到這個情景 大嬌 肯定是這個人做的 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神探家你略第一集的劇情 如果有看就真的知道 我也不會劇透 燃燒 這一集叫燃燒 案件總是得如其來 當然 難道會無緣無故跟你說 我要做案件 我要做壞事 那真的是 唉 警察真的是 凌晨4點12分 凌晨4點12分 內海 美女 有案件發生 宮肇前輩 2分 集團 集團 1分 2分 2分 1分 集團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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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分 1分 馬上要去現場了 現在在自我介紹,講解角色背景 奈海仍然是新人,但遇上這麼棘手的個案 無緣無故有個年輕人的頭著火 我想他真是看龍珠太多,打算變超級殺人 誰知用錯方法,令自己自焚 還傻了,做事吧 我是不是比較驚動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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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被炒案 開車了 他們真的不用睡 NDS的畫面就是這樣 背景有輛車,人們就照樣聊天 大家在開車就聊天 真麻煩,又要再說一次 要問前輩的事情 關於案件 好吧 這是什麼案件 從頭到尾再說一次給我聽 麻煩前輩 一個小時前,在花店街有個男人自然 人體自然 原來是內海自己開車 日本人這麼壞,男人不是很紳士嗎 檔場斃命 無緣無故著火死了 究竟是什麼原因 難道是關於那個噁心女人事 因為他們在聊天說噁心女人 有一個東西得到,就是案件的誇要 深夜時分,在花店街發生了人體自然的案件 現場細,情況不明 還要問 著火他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叫舒緩空 生下兩屆十九歲 陰龍十九歲 這個大友作圍的青年 就著火了 是不是大友作圍我都不知道 吹一下水 繼續 目擊情況,有什麼人看到呢 是他的朋友 是不是 哦 一起騎這個電單車 叫向井 有些頭暈? 怎麼了 蛤 原來你怎麼睡 還說做前輩 哎呀,你喝咖啡 是不是沒有咖啡 就找陳豪吧 或者最醜咖啡一罐 頂一頂 大哥 到了,到現場了 很多調查員很緊張 當然了 這個案件 我也害怕 人體自然 吹一下水 說起女人就自然了 為什麼,為什麼我不過去 你能去調查我不行嗎 搞錯了 說我的新人到處走 其實他這個人 就是 叫我來幫忙開車 你不要自己去貪工 賣掉了奈海 前輩 算了 我們自己到處走更好 喂 晚上有個小妹 你不睡覺嗎 喂 真的 這裡很小 今夜 為什麼會在街上走 想不到奈海 打算盤問一下這個女生 問一下 你在這裡做什麼 你是不是放火 當然不會 我說笑而已 這麼晚在這裡做什麼 小妹妹 紅線 有條紅線 對了 什麼事 看過這部劇集的人 沒有劇頭 千萬不要劇頭 我講過很多次 真的沒有劇頭 天上有紅線 為什麼天上會有紅線 好 這個小妹在這裡找紅線 所以找到這裡 有紅線 這個小妹就說 在夜空看到紅線 具體情況不明 還可以問什麼 你媽媽呢 怎麼這麼晚是不是去了賣信 在附近 還要問其他事情 啊 小妹妹 我還沒問你的名字 麻煩你拿出身份證 小村真來 不好意思 你太小可能沒有身份證 快點回家睡覺 明天有密書 做了功課沒有 對 好孩子應該睡覺 或者看YouTube 看GameplayHK 沒想到有個警官 我覺得他也很怕會自焚 看他戴著帽子 原來 媽媽和哥哥在找這個妹妹 去吧去吧 快點回家 整個家都這麼晚都不睡 麻煩你啊警官 帶個小妹妹回去媽媽身邊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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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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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海很擔心 其實會不會在鄧東菇變成這個交通景之後 預定了一單按棘手的案子 上司又不讓自己幫忙查案 有個伯伯 騰紮前輩 不如這樣吧 鑑正科 不如這樣吧 我調去你那邊的部門 好嗎 我們這邊刑事的人 好壞 你看就知道 白頭髮當然是最有資格 最有資歷的人 好 好 好 收工嗎 可以嗎 指紋 DNA 頭髮水 鞋印 都拿了沒有 夜晚做 夜晚做 吃蘋果 有維他命A 肯定沒有吃蘋果 不是吧 你都覺得我想做回交通景 不是 我來查安家 但不讓我進去現場 蛤 又要開車 不會吧 大哥 不同部門的被人點 真的開車 其實這個是不是司機 請回來 內海 營警工作有趣嗎 大哥 你怎麼再開車 你還問我這件事 我現在做司機 簡直是一個的士司機 待會下車就要付錢才行 你真的 信不信你 一般吧 第一天上班遇到那一宗那麼棘手 Kaisy 或者這樣 你有什麼資料就彈給我 讓我可以升職 開車 你自己的士也可以 不算很大忙 不過你妨礙我做事 做新人怎麼都要拆一下鞋 都沒辦法 你看他的樣子 新人 怎樣 不論是誰 光上營警的時候都會不順利 慢慢就會好起來 不要洩氣 謝謝你的安慰 無論是最初的時候都是新人 對,由低做起 沒辦法 好,加油 很精神 我們先移動一下 進去景處 走廊走廊 這裡好像很重 有個帥哥 有個帥哥 草堤前輩 你看到內海 一看到帥哥 都失魂落魄了 搞什麼 這麼驚訝 草堤警官 天上的神 簡直就是 天上的神 有帥哥 又有型 田園 調布鼠南 岸 念 田 念力 殺人 雨田 空中 岩浮 等等 總而言之 草堤前輩 在他手上無論什麼案件都可以做到 人稱推理獵手 沒有比他更適合的稱號 不如這樣吧 這個案件 過給你做吧 彈給你吧 人體自然 可以嗎 要掉走嗎 不如你離開之前 割兩招給我們吧 我們剛剛是新人 對吧 不,這段時間很不可以 很慘 請收我的遺圖好沒有 還是叫他指導一下我們的營警工作呢 指導一下先吧 幫幫忙 彈兩招 好嗎 可以嗎 會不會 之前是交通部 對呀,為什麼每個人都知道我之前是交通部 你不是歧視我嗎 那交通部不是人嗎 都是一個神聖的職業 是一個神聖的 以前來的內海拿自己利用了60個色狼 厲害 是65個 怎樣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穿過有沒有破 有沒有被人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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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環繞村水手服 真可憐 無緣無故打斷了我們的說話,這個景觀 我正在問有什麼秘笈 不要走,草蹄 前輩,先不要過去 我們正在問東西 對,景觀 我是內海,怎樣呢 不是吧,還以為我是普通市民 真是很低級,我們進入了這個景觀 唯一目擊者 草蹄是怎樣的 你是不是這麼少資料已經知道是怎樣發生 對,有東西可以傳送給我們,有沒有秘笈 一起去審訊室,好 我們一起去審訊室 就算被拒絕都要強制執行 就是這個刑警的工作 好,我明白了 好,我跟著你 好,先去審訊室 凌晨4時38分 我們是不是要問問唯一目擊者 阿向井和言 阿向井和言 我們是怎樣審訊室 是不是用大光燈照著他的臉 讓他什麼都可以供應呢 考察推理部分的說明 又有教學了,先看看怎樣玩 標有藍色問題,符號問題是減分問題 如果選擇了錯誤的答案 考察槽就會減少 考察槽的剩餘達到0,就完蛋了 就這麼簡單 好,我們試試怎樣審刑這個 犯人 嫌疑犯 我現在要問你 小子,是不是你放火了 怎麼搞的 這些 要自己回答,這麼有趣 阿奈可以在這裡自問自答 花店街 我記得了 沒錯沒錯,繼續 好,我們做得好 怎樣來到岸發現場 電單車 為什麼我不是問他,我是幫他回答 這麼搞笑 哦,沒有戴頭盔 你們想個死小子 開電單車要戴頭盔 繼續問下去 喂,我們問完了,好厲害 問了三個問題 剛才是考察 現在我們是拿資料 這些不會是遊戲過關的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向井 你不要裝模作樣,是不是你先放火 他好像呆了 向井就說,停車了 聊了一陣子 突然那個人的頭髮就蓋了火 這麼突然? 接著就... 你跟死者有什麼掛牌? 認識了多久?有沒有欠錢? 有沒有欠女朋友? 中賀就認識了 接著怎麼樣? 有沒有試過真的欠女朋友? 你們那晚說那個噁心女生 是不是你們真的在欠? 我叫你站住 我叫你站住 你腳軟嗎? 你腳軟嗎? 哎呀,他說草居自己來了 你有沒有帶這個熱鹽物品? 你有沒有吃煙? 有沒有火機? 煙花炮竹 可能是有些煙花彈在頭上 加上太乾燥,頭髮又太髒 是不是? 他好像崩潰,暴走 這個向井 沒事的 只要你多洗頭用油就沒事了 為什麼要女生去捉男生呢? 新人是被人欠的 還要安靜下來 咦,我們又拿到一些資料 就是這個向井 會有帶什麼燃燃物品 什麼都沒有帶 周離奇 沒有燃燃物品? 為什麼會著火呢? 第二招了,天都乾了 現在是不重景柱嗎? 現在是不重景柱嗎? 嘩,不用睡覺嗎? 還要工作嗎? 有沒有另一個輪班? 現在要去看看他的獅子 發正先鋒? 歐陽振華? 我們要驗東西了 好,我們要移動去監察醫務院 驗屍 有疑點的屍體都會被送到這個監察醫務院 油炸車 大哥,我們是內海不是托海 我不懂飄移 不到了 一個汽車特效 這間醫院好像恐怖喪屍遊戲的背景 會不會嘔吐呢? 看到屍體 以後經常會來到這裡 真可憐 都沒辦法 我們做刑事調查院 有個女性 穿著醫生袍,明明是經常去驗屍的 驗屍官 美女發衣 城之內櫻子小姐 初次見面,我是在內海 大家都是美女 其實搞到這樣我也想去日本做警察 新人,會不會欺負我們呢? 做拍檔 好啊 有個懶人照著 我當學一下東西而已 要解剖了 一起解剖,不要了吧 你解剖完之後告訴我什麼疑點 算了 不要啊 不要進去啊 不要進去啊 神經病 發衣 我們一起進去 真的要按進去 解剖室 我準備好嘔吐袋 開始沒有 城之內 要在鼻子上塗一些薄荷膏 自己沒有聞到怪味 多塗一些 可不可以整支膏 一堆入鼻孔中 整支那麼堆 要不要好 好啊 雖然我真的很怕,但內海是新人 我們要把墨鏈他 好嗎? 什麼都不差 多有膽識 可能其實真的不怕 很害怕 快點,很心急 對,屍體在哪裡 要站了 是怎樣的 你不抹出來 真的很嚴重 燒焦 燒焦 在頸耳上全部燒焦了 沒有畫出來 因為始終NBS 多一些小朋友玩 可能就 免得這麼恐怖 就不弄出來了 都好一點的,不用看不得的東西 要吐了? 真可憐 真的吐了 醜太盡燃 沒事的 頂得頂 放減肥 最近吃得多了炸雞 開始了 頸耳上都燒焦了 樣子很難面形 真可憐 真可憐 直接的死因就是過度震驚,導致心臟麻痺 不是燒死的,是嚇倒 但這個燒傷 好像連 爐骨都炭化了 燒得很嚴重 有什麼可以問一下 我玩了一會兒這個遊戲 其實我發覺是所有問題都需要全部按來問 好 沒問題 城之內 還有沒有其他傷勢? 有沒有打架的痕跡? 有沒有人打劫? 什麼都沒有 只是頭燒傷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燃料 比如火水 火機 火柴那些 什麼都沒有 他說 火藥都沒有 好了,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屍體 有沒有一些 異樣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有些東西不同 究竟是什麼呢? 啊 他只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是頭雀火 真的完全 摩不盡頭腦 一個迷案 對,有沒有異燃物品 有沒有燃料 有沒有人打火 為什麼頭雀火 為什麼頭雀火呢? 好了,鹽絲完畢 謝謝,城之內 觀看鹽絲有什麼感想? 沒有啊 下次我多吃東西肥 我就過來減肥 咬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這樣 好努力 當然啦 我經常開車 繞來繞去繞去繞去 像司機一樣 當然是努力 遲些才會有這個驗屍報告 你打好報告 你快點給我 明天過來拿 沒問題 好,約定你 還是你Fax過來 我不想過來這間醫院 看見面 好朋友 這麼頭緣 好,又要走了 怎樣呢 草太,這次我要載你去哪裡 要吃飯了 餓了 神經病 早餐都沒吃 加上 剛才又吐了這麼多東西出來 喂,草太主動約我們吃飯 會吃什麼呢 哇,吃牛肉飯 其實是不是吉野家 可以了 OK 我會吃完這些牛肉 不是那個蝦 糟了 原來開始沒什麼胃口反胃 原來都頂不住 下次真的要塗一些薄荷膏 我自己喜歡吃辣的東西 我加一些辣椒 可以嗎 好嗎 好吃嗎 好一點 對,我喜歡吃辣的 你呢 我下次約定我下次去吃東西 不如這樣吧 快點拍拖 嫁給草太 這樣不用做 做小奶奶 算了 還是受不了 放多一點,很難吧 對,我是一個新人的營警 現在要幫他處理案件的線索 考察開始 他又要你考我的東西 希望答中就行了 考吧 沒錯 這麼低能的東西 不是這樣也答錯吧 一個人 YES 被害人身體燃燒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知道的 對,連髮衣做了這麼多年 這麼資深的髮衣 完全都不意外這種情況 還有一些情報 是一條紅線 那會不會說有紅線 妹妹 空中有紅線 是女人的直覺 覺得這是一個可信的情報 你想想,哪有可能我妹妹 半夜三間找紅線 肯定有些古怪 看到這條紅線 相信我吧 草泰,真是這個真實 我們不如這個著手 好嗎 你不要這麼驚訝 越古怪的個案 證據當然比較古怪 搞定,考察終了 我們成績是完美 沒有扣過分 但不要自滿 很簡單 這個真相究竟是什麼 我不問你問誰 推理獵手 怎麼樣 有什麼真相 真正的推理獵手 不是他 為什麼 不要裝作 給他一張餐巾 他寫字 好吧 在餐巾上寫字 草提前輩就在上面寫了一些東西 看看 遞都大學裡面有一個物理學系 第十三研究室 湯川學 這個就是 神探家理略 湯川教授 終於鋪排內海找湯川 原來這個推理獵手 整個招牌 其實就是因為他認識了湯川 今集玩到這裡 想不到這個NDS遊戲都跟得很足 跟那個劇情 都很滿意 下集我們真的可以找湯川教授 希望大家喜歡,記得按讚支持我 謝謝,拜拜